这个暑假真的快被热死了 前两天下了一场雨 总算凉快了一点 今天带小朋友去河边玩玩水 凉不凉快 好了我们回家吧 阿卜泛泛烧好了 我们这河边水不深 还是蛮舒服的 附近的人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玩 前两天我爸烧那个兔头 很多粉丝想学 我让我妈再烧一次 结果趁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妈又把兔头给掳好了 还是没拍到做法 等过两天我买点鸭头跟鸭爪 撸一撸吧 我妈现在开始烧芋头烧大肠了 大肠是事先高压锅里面压锅处理过的 把芋头放油里面炒一炒 加点盐 加点老抽 调个色 然后呢再加点生抽调个味 翻炒均匀了以后 把大肠放进来 再次翻炒均匀了以后 加点米酒或者是白酒去腥 再掺水 我妈说放点猪蹄 冻放进去一起滚一滚会很好吃 我又不知道是真是假 不过味道还可以 没有猪蹄冻的也可以不放 我妈可能是单纯觉得 这猪蹄冻味道好 不是浪费吧 等芋头差不多滚透了 再放点辣椒跟味精 就可以出锅啦 看起来是不是很下饭 今天买的鱼太小了 老妈用了一块豆腐一起烧 带鱼昨天就买来了 再不烧就不新鲜啦 有没有发现 渠州人吃辣椒都是好几种的 青辣椒 白辣椒 红辣椒 今天家里人多 就多烧几个菜 开饭咯 唐